相信大家還記得楊兒在劇集《On Call 36 小時》 裡面飾演一位由心胸肺外科轉去病理科的醫生 這次她在新劇《末代御醫》裡面又轉了科 還要轉到古代做骨醫 但她這位骨醫原來不只是懂得醫人那麼簡單 主要其實是因為我家族開鐵打管 所以我很擅長去駁骨 而且也很擅長去甩膠 對一些壞人我會令她甩膠 然後我進到宮廷裡面做骨醫的身份 專門幫人按腳 按腳? 要學一下? 都要學一下手勢 找好朋友的腳來試一下 我媽媽經常在家裡的腳 狗仔有很多穴位必須按 所以我應該會好一點按 其實阿儀都可以幫其他好朋友按摩當練習 好像已經和阿儀合作過很多次的臨子線 今次就飾演阿儀青梅竹馬的朋友 原來現實中的他們還已經相識了6年 阿儀除了大讚指線高座又fit座之外 更加被對方另一件事深深吸引 早兩天我在化妝間見到她們兩個 當時你不斷捏她的肌肉 嘩你現在很大隻很實隻 很厲害阿 她的衣服撐到穿不貼身 不是阿她那件很鬆的 但旁邊那些 那些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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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在旁邊看她的衣服 真的很浪費 我很久沒見過這樣的肌肉 怎麼搞的 你怎麼經常見 這句話就是給大家聽 用心一點 不是阿 應該是羅先生比他更大 胸肌肉更大 OK的 我都很久沒見羅先生 他說羅網師傅 羅網師傅都很久沒見 我都很想念他 是啊 塗油 你真是龍牛淺水糟糕 我一見到 嘩 我看到你忍不住 很多格 我很喜歡吃朱古力一格格 所以他一見到羅先生就 羅師傅 好開心 同劇的郭俊安也是飾演醫生 但見他穿著官服 就知道他不是普通醫生 安仔在劇中飾演御醫 雖然他說自己從小到大 都偏好喝中藥去調理身體 但是為了演得更加全神 他這次還找專人 學了一些中醫的知識 譬如我問問你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 驚到賴尿 驚到腳軟 聽就聽過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原來這個也是一個 醫學上面的一個 理論來的 有一句說話叫做 孔則棄下 是啊 是啊 那就是說呢 當你一怕的時候 驚恐 是啊 驚恐的時候 你的血氣就會往下行 而引致到你會圍尿 甚至是會傷腳發軟 所以害怕到賴尿 害怕到腳軟是真的 自己有沒有遇過這些 我等一下要進去拍這場戲 對 那就是